Li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看Moderly對上DOT的對決 Moderly這位玩家算是天梯槍50強的玩家 那他也算是非常頂尖的 有時候看他是100名 前100名有時候是50名 DOT的話大家應該蠻熟悉的 他是應該算是現役年紀最大的職業選手嗎 好全世界的我不確定 因為DOT他已經玩C帝國玩了20年了 非常持久的一個年份 經歷啦 經歷來說是非常的老練 但是C帝國這遊戲很特別 傳統的遊戲要打電競的話都是年輕手術要快 但是C帝國這遊戲並不太需要太大量的手術 反正是觀念跟決策是非常關鍵跟重要的 所以可以讓DOT即使上年紀 還可以繼續在這邊發光發熱 也算是一個傳奇啦 好 那來看一下前面的開局 藍色Moderly Moderly這邊用刺頭拉豬 然後拉完豬之後把刺頭丟到城堡裡面喔 開始回血 這張地圖是要塞 要塞的話跟一般競技場不一樣 競技場都是旁邊很多木頭嘛 但要塞的話雖然跟競技場一開始一樣 有這個圍牆 那還會附兩根劍塔 但是 還有很多劍塔喔 是四根才對喔 總共會有四根 但是他的圖並不像競技場一樣 後面有大量的樹喔 樹都算是比較稀疏的 比較像是像阿拉伯那樣的感覺 好那這邊Moderly又再次使用刺頭去拉這個野豬 那最近我看蠻多高手都開始用刺頭去拉豬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蠻奇特的 就是不管要打什麼戰術嘛 他們都會用這個刺頭去拉野豬 但是Doubt這邊是沒有選擇用刺頭去拉野豬 很明顯村民有扣血 那就是用村民去拉豬的 那Moderly的話可能是想要練一下這個 用刺頭拉野豬的方式 那如果大家想要用刺頭拉野豬的話 記得要打兩下野豬 兩刀下去傷害有出來 才可以把這個野豬慢慢拉走 而且也不能這個 也不能一直一直線拉 要這種蛇形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不然你走直線的話 刺頭跑速太快喔 野豬就會回頭 所以這個拉豬的技巧 算是可以訓練玩家手術的一個方式 那我以前也很喜歡拉豬 我大概一年多前 就練了這一招 然後唱去幹牙齒 但是我覺得 發現幹到後面 每次都是幹豬贏的 好像不太好 所以我之後就沒有再繼續幹豬了 都是比較正常的開局 可是我覺得先把硬實力練起來 比起你用這些小技巧跟套路 贏的比賽還更有意義一點 這是我個人個人見解 並不代表每個人都需要像我這樣子練 好 那來看一下雙方文明好了 雙方文明摩德里這邊是選擇馬扎爾 那馬扎爾的話 大家都知道馬扎爾的馬功 到地龍實在是最痛的馬功 傷害最高 射程最遠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寶兵 他的寶兵的話打工程器 會有加成 而且他可以研發銀罐 那馬扎爾研發銀罐之後呢 就可以不用肉 就可以直接造他的寶兵 他的寶兵叫做馬扎爾標騎兵 算是不用黃金就可以造出跟騎士差不多數值的騎兵 那就算即使他沒有研發銀罐的時候 直接造出來成本也是非常低價的 只要10黃金而已 所以馬扎爾標騎這個單位來說 算是很省資源的一個單位 因為他的數值比肉馬好太多 然後血量也是 各方面數值又好 打工程器又痛 然後又只要10黃金而已 就把他想成馬來的 那個什麼 馬來那個雙刀 馬來勇士喔 有點忘記要叫什麼名字了 馬來勇士好像只要15黃金 那馬扎爾標騎兵只要10黃金 超級超級省的 就算點他的銀罐也很便宜喔 只要200肉跟300黃金 不管怎麼說 馬扎爾這幾次的更新來說 算是比較有大幅的提升他的 寶兵的一個出場機率喔 因為在之前的環境裡喔 他的寶兵要出其實沒那麼好出 一定要點到銀罐之後才可以出 那大部分人並不會想要直接出他 那但是變成10黃金之後 就會比較容易出場 好 那來稍微看一下 寶加利亞 道特這邊 那道特的寶加利亞 也算是現在不是非常主流的文明喔 但是寶加利亞 我覺得也算是蠻厲害的一個文明啊 因為他算是很進階的一個玩家 會玩的一個文明 新手來玩的話 可能會玩到黎伊拉拉 因為他前面並沒有太多的經濟加成 他只有一些冰工廠跟製造 工程器製造所的科技減免而已 15減免50% 那經濟沒有加成的情況下 新手去玩這個文明可能就會落後蠻多的 再來就是他的冥幣系 可以免費升級 像這種競技場 你打冥兵通常是打不到東西的 所以在寶加利亞打這場比賽裡面 也沒有太大的優勢 再來就是他承認東西 石膠會建50% 那50%可以省下一些石頭 還算不錯 不補小補啦 但是並不是一個太大的重點 好 再來就是 比較特殊的能力是 他可以建造這個堡壘 就是一個小城堡的概念 等一下好像技能是350石頭吧 就可以蓋一個堡壘 就是一個小城堡 那裡面還可以建造寶加利亞騎兵 那寶加利亞騎兵的話 之前我們影片有提到過 他算是一個喪屍流騎兵喔 你只要把寶加利亞騎兵打倒之後 他會再繼續站起來 站起來繼續跟你打 打完你頭破血流 打完你懷疑人生 然後我們之前影片就提到 不列顛打寶加利亞騎兵是非常難打的 你打倒一次之後他又再爬起來 然後後面兵遇鼓上 永遠打不完 非常難產 但是相對來說 寶加利亞騎兵 他的造價是非常非常貴的 是70黃金 那一般其實是75黃金 都是非常昂貴的一個價格 那除此之外 他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能力 是他的銀罐喔 這個馬凱 那馬凱嗎還是馬凳 應該是馬凳吧 那個馬凳呢 研究下去之後是400石物 200黃金 那可以讓自己的騎兵攻擊石物 提升33% 那他這個效果是連七騎兵都可以吃得到的 這邊不管出騎士啊還是弱馬 這都有加成這個33%的一個效果 欸這我裡面突然好像開打什麼意思 好那這邊村民過來補個傷害 喔呀 死了一村沒點織布 摩德里這邊算爛了好不好 道德這邊手術可能覺得沒問題啊 結果 結果 殺一村 尷尬 好那這邊 兩邊都上了城堡 時代了 那一級木一級龍鐵都點下了 那這邊馬扎爾的話 因為有這個 易攻 近戰攻擊的優勢喔 他只要一上城堡 跟封建的話 都會直接送這個鑄鐵技術喔 然後再來道地龍時代會送你古鋒 古鋒爐 古鋒爐 我有點忘記他說什麼 三級弓 呵 那三級弓的話也是免費給 所以在馬扎爾的來說 算是前期有這個小小的優勢在的 所以你看現在肉馬已經是騎弓了 那這邊一定要出這個保加利亞騎兵去跟他打 基本上你出這個肉馬的話 是打不太贏對手的 那不然就是你要出長槍兵 長槍兵的話會比較被動一點 那出保加利亞騎兵還是好一點 那如果出保加利亞騎兵的話 如果這邊聖女來撿銀機 就很容易被著想喔 如果這越來越不是出刺吼的情況下 很容易被著掉 這個已經被著到了 這個來不及跑了 掉到地下 好子弟 子弟 血再繼續打 一下 兩下 三下 哎呀 我們看這個敵一下之後 還可以再繼續輸出啊 這個就是喪屍流喔 保加利亞騎兵 好這邊又再招一次 好直接滴掉喔 不能被招走 被招走太虧了 好那這個保加利亞騎兵 這個有算做到事情 稍微拖到一點時間 那道德這邊也開始跑來一件遺跡了 兩邊都是一個正常的進慶場開局 出刺猴 然後照用生旅 然後來撿這個遺跡 右邊這邊也撿到了一顆 左邊這一顆也拿到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兩邊大概都各撿一顆喔 大概 確定是道德這顆也一定撿得到 那這邊就是2比2左右的一個戰績 遺跡之戰 左邊這顆應該也是沒問題 看起來挺穩的 但是目前Model裡由於前期並沒有拿刺猴去做偵查 所以他並不知道左邊這裡有個遺跡 所以他就會 欸他其實有看到了 他有看到吧 他有看到 但是左邊還有一顆遺跡 他是沒有看到的 所以這邊遺跡的部分 就要看一下道德會不會發現 道德的視野來說的話 看不到道德的視野 看不到道德的視野 有視野 好 要看一下 這邊其實是有看到的 道德這邊有稍微瞄到一下 這個遺跡的位置 所以他拉了長江兵想要來守這邊的遺跡 但是正面這邊要被招到了嗎 哎呀拉掉了應該是沒問題 OK 但是道德這邊沒有出馬就有關係不能出刺猴 所以現在這邊要去打這個 生侶有點麻煩 欸他要被招走了 好吧 招到了 尷尬 好那Model裡的話也拿到兩顆遺跡 那第三個遺跡就不知道入死誰手了 好那這邊生侶 在CD中並沒有辦法做到過招想能力 但是這邊生侶出來招想 兩隻生侶直接來到這個刺猴 招戰刺猴打生侶有外的傷害加成 打得非常非常快 可不可以一換二了 哇再差一刀 這個生侶要被帶走 哇就差這麼一點點 那這邊生侶 趕快跑 因為刺猴被招走了 但是寶伽利亞奇兵直接衝了過來 想要收掉這個老偷能進城的蠻虎 哇來不及一刀 啊滑豆 終究逃不了 被反殺的命運 好那這隻刺猴招到之後 再想要找對方的生侶 但是並沒有抓到他的動向 只是過來看一下 這個位置有沒有來哪一跡而已 但殊不知已經跑到正貨方去啦 好那這邊目前是4TC開局 到了這邊 摩德里的話這邊算是比較 也是正常開局 4TC的一個開局 那TC開的位置都非常近 那這樣子的話 拍得近的話 鐵可能就比較難灑一點 應該也算是還好 小問題小問題 反正鐵還可以再靠模仿再灑出去嘛 對不對 問題不大 但是 道特這邊開出第五個TC欸 哇 那第五個TC開這邊的話 後面經濟就會相當穩固 就算這邊被打後面還有一些TC 可以再繼續做安全的生產 也算是不錯的 那道特這邊開TC的選擇都是木頭跟木頭 然後這邊都是黃金跟石頭的一個位置 算是一個不錯的開局 那 摩德里的話這邊就沒有選擇把自己的TC開這裡 雖然開外面很危險 但是可以鎖住黃金 那這邊的話也是喔 那這邊有兩塊資源點 我覺得就需要帶蓋爾城堡去防守 欸這邊聖女兩個招想直接招掉 哇 騎士招到 摩德里直接打出了十一 笑了起來 非常的開心 龍星大月 然後那道特的聖女走得過來 想要來招想一下保加利亞騎兵 這邊看到了招了一下 但是這邊保加利亞跑到很快 然後趕快拉了赤頭過來想要解 大家剛剛已經忘了一下這樣來得及嗎 應該是來不及 山都帶走 哎呀 這個聖女直接擺給啊 好 那城堡時代的聖女大戰 目前以摩德里優勢告終 好 那摩德里這邊點下了輪軸 跟織布跟六龍技術 那道特這邊反而點下了帝王時代 跟織布技術跟手推側 哇 那這邊道特經濟屬石偷的蠻兇的 所以他這邊 雖然 城堡這一波打輸了 但問題不大 這邊上時代的時間非常的快 川民術也明顯沒有拉開 並沒有明顯拉開 但93村對93村而已 並沒有太大一個差距在 好 那這邊摩德里有殺了一村的領先 那這邊昨天有觀眾跟我提到 1CO是這個村民的殺敵術 目前是摩德里在這邊殺了一村而已 所以村民術兩邊並沒有差距太大 但是道特這邊經濟搭配比較好一點 所以點帝王時間比較快一點 那這邊道特是打算要打馬弓嗎 沒有應該是要出戰矛 這邊寶加列亞感覺是要出戰矛 不肯出馬弓 那寶加列亞基本上打弓兵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優勢 雖然有三級射但是沒有三級防 打馬弓的話也算是可以啦 因為他本身有母子的環也是要安息人 所以真的是出馬弓欸 好 那寶加列亞對上馬扎爾的馬弓 那這場比賽就有得看了喔 因為馬扎爾是有多異弓跟一射程了 但是寶加列亞是沒有三防的 所以在弓箭守護射的情況下 寶加列亞的弓兵對馬扎爾來說的話 馬扎爾根本就是Easy屌虐的狀況 那不一定啦 不一定寶加列亞到特會一直去出馬崩 但我覺得蠻奇怪的 已知對方馬扎爾已經到了帝王時代 出馬攻的機率就已經會相對高一點 這邊反而是蠻堅定要來做這個馬攻喔 好這連母子環都點下了 那確定了 確定真的是很真的要認真打這個馬攻喔 好馬攻都出來 七十第一期的馬攻 母子環跟化學都點下了 那淘金二級也點了 有二級靠近的話 這個黃金量就會挖得非常非常快 再出黃金命種就會相當的簡單 右邊這邊有持續用村民來蓋哨戰 還前置了一個BK 左邊這邊也在持續補哨戰 把地圖全開一下 讓自己掌握一下全軍的一個動向 好這邊看到村民走路過來 想來告哨戰 然後已經被道成發現了 直接解掉 好這邊BK已經被發現了 也知道右邊有BK 但正面的話 馬扎爾只蓋了一個城堡在這個高地 並沒有守到任何的支援點 只有墓區 當然算是一個不錯的出兵點了 因為就是個高地 後面出一些射箭場 確實可以讓出兵點相對安定 然後又可以在敵人家面前的附近 那正面來說 如果道德把城堡蓋在這個地方的話 那就會面臨極大的劣勢 因為這邊城堡會直接高打低 巨型投石機 巨型投石機就很容易直接高打低 那道德的話就有點只能低打高的一個狀況 那城堡就不太好解 好那馬扎爾這邊點下了反區攻 那這個就是馬扎爾的馬攻 再額外加異攻的能力 異攻離射程 射程變成7 然後6加3的一個能力 當然並沒有點完數的能力 3級射還沒有點 點完之後就變6加4 那化學好像也沒點喔 哇他什麼都沒有點 好防衛點下了 暗險人再次也點了 那重裝馬攻還沒有點 重裝馬攻的話比較吃食物 這好像900的食物吧 非常非常貴喔 重裝馬攻 915 500黃金 所以這邊優先點一下金罐之後 並沒有太多的食物可以去點 即使你要出馬攻的情況下 應該是要木頭跟黃金要多一點 但是打馬攻的情況就是要 食物也要很多 這個工藏也要點之外 金罐也要點 然後重裝也要點 這個都不點的話 這個馬攻就沒辦法到最強的形態 就會很難打 好這邊要不要賣一點 木頭呢 賣木頭換黃金 就可以點下這個重裝馬攻了 喔這邊倒是已經出好了 這個衝行衝車了 看來要來狂撞一波了 但是這邊 馬扎爾標騎兵 有在出嗎 有 出了六隻 六隻過來 想來解這邊衝車 哇這個衝車 大衝車不好解喔 血量270滴 但是剛剛前面有提到 馬扎爾標騎 這個單位打工程器 是有額外傷害的 所以應該是問題不大 這邊點下了 科維尼安軍隊 這個就是 標槍騎兵 不用黃金的一個能力 只需要食物就夠了 喔但這邊 左邊正面 也有兩台衝車過來 吸引炮火 這邊馬弓 全部在打衝車 沒有在控 那倒是趁這個機會 左邊也殺了一波 過了藍 然後瘋狂射對方的馬弓 馬弓掉的數量非常非常快 正面的話 衝車已經撞掉一個TC 但是標騎兵過來 直接上來硬打這個衝車 衝車顯量也掉得非常非常快 兩邊的衝車已經快要倒地了 但正面的衝車並沒有當中在解 這個衝車已經要突破第一道防線了 這個城堡應該看起來是GG斯密達了 右邊的話 那這個還能不能再解掉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個衝車並沒有馬弓在後面 但左邊有很大量的馬弓過來 但是左邊的馬弓也過了過去 但是變成中不中馬弓 但是對方 道特是有中中馬弓的 哇 攻擊力7加4能力 對上6加4能力 結果是道特的馬弓比較厲害 哎呀 哎呀 馬扎爾馬弓居然打出馬加列的馬弓 我的天 到底看了殺小 哇 真不愧是道特 經濟很好啊 經驗... 將的還是老的啦 應該是這樣講 右邊持續在出衝車 但是沒有任何的馬弓在做cover 但這邊很簡單 只要放一些標騎兵在右邊就夠了 好 這邊剩下了精銳馬扎爾標騎兵 而不是點下精銳馬 呃 那個不是精銳馬弓 重裝馬弓 沒有點下 反而是優先點下這個寶兵的精銳升級 但是我覺得蠻奇怪 為什麼他到現在還沒點化學 6加4 點精怪 那應該是7加512弓才對阿 他完全沒有點化學 他輸放了嗎 完蛋 好 正面大軍直接壓了進來 衝車開始底 那這邊移椒掉了 三個移椒準備噴出來了 那右邊這個標騎兵持續在對衝車輸出 效果還不錯 但正面的話 馬弓有點劣勢 對方是重裝馬弓 血量還多一點 多了10滴血 那正面的話 用標騎兵正面硬扛這個馬弓能解得掉嗎 後面的馬弓 雖然有拇指環 什麼都有 但是就是沒有辦法打得非常好的感覺 這邊馬弓沒有在控 很多傷都打到在這個衝車上了 趕快手動來控一下 但正面的標騎兵全部倒地了 標騎兵過來先解這個衝車 右邊蓋下了城堡 左邊的衝車也是頂了過來 但是有標騎兵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 但正面的話 城堡已經被對手道成蓋了起來 正面還有三台衝車衝了過來 標騎兵再繼續優先解掉衝車 再回頭打這個重裝馬弓 右邊的話有操 放了幾隻 標騎兵去解右邊的衝車 正面來說好像勉強守住了 OK 但是 莫德里這邊經濟有點枯竭了 反而是保加利亞 道德這邊已經有了非常多的食物 3000多的食物 這邊抱了一些大肉馬 然後點個馬凳 就應該如意得水了 好那這邊又拉了四台衝車過來 又要來解這邊的衝車 不是衝車喔 解這邊的TC跟房子 但後面的馬弓的數量依舊很高 7加4 完全體的重裝馬弓 但是這邊馬弓騎兵並沒有升級 哇 射程雖然有一個優勢在喔 多一個射程 4加4 然後這邊是4加3 但是傷害也沒有射程馬 重裝馬弓的關係喔 所以正面馬弓對決來說 還是稍微有點劣勢在了 雖然射程已經優先點下了 但是並沒有深層重裝馬弓 血量還是少對方10滴血了 長崎剛打下來的話可能 有點尷尬喔 而且數量上馬弓的數量是很重要的 現在數量也是輸給對手狀況的衝車 以及頂掉的TC 哇 正面來說已經快要大爆炸了 那左邊的話 一些包裝輕易來解變馬弓 效果還不錯 但是正面的話已經全軍潰敗 馬弓數量已經被壓在家裡打了 這裡可能會打數繼續 因為經濟已經全部崩潰了 出兵點也被壓 只剩下一個城堡在家裡 這邊出了一個巨頭時機 不知道是什麼 想要來解城堡 但是自己的家裡經濟非常非常的慘 哇 後面又補上更多的馬弓 道德這邊用大軍壓盡 用衝車一直瘋狂輸出建築物 左邊的話要不要再用衝車去解呢 但是用衝車去解左邊的話 還有這個標旗軍在防守 左邊的TC已經被解掉了 現在到時候再挖這個野精 把這個野精給搶了回來 左邊的話只有少量的標旗 應該再多防守而已 但是這邊已經不重點 重點是這邊的馬弓要怎麼解呢 這裡也沒有戰毛 只是個毛兵 這樣馬弓一出來就被射死 哇 被壓到出兵點了 這要怎麼打 這樣馬弓一出來就是白給 OK 沒了 涼了 好 那道德等下工程器 工程師 工程 工程器工程師 應該這樣念吧 有點老舌 好 等下之後這個雖然衝車的傷害並不會提高 但是可以增加擴散的傷害 那這樣子衝車的擴散能力就更猛了 你看這個採礦營地喔 哇 明明不是頂他 但是他卻著火了 這個傷害 非常突飛猛進喔 好 那點下之後 這個中型頭子車射程也加1 變成9射程 要來反制對手的一個馬弓 是非常相當容易的 但是這邊直接上來敲掉 哇 這個頭子直接白給 哇 這個標騎兵打工程器 還是非常有一套的 然後這個城堡一直想要修 但是修不回來 城堡實在是被太多衝的頂上了 那剩下一點血量 剩下一點衝在修裡 但是應該是要懸速倒地了 好 剩下66隻也寫城堡中也垮了 上面的話 MOD裡想要反擊 但是肉馬過來 這不是肉馬 這個標形過來 想要上面硬頂 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有更多的中型頭子車過來 直接砸下去 哇 倒地 全倒 好 中型頭子車給的壓力很大 當然這兩台巨型頭子機能解得丟嗎 頭子車要過來了 當然頭子車的話 馬弓也不能解 哇 哇 要直接被砸光了 哇 全部BBQ 哇 史卡一滴血的時候 即時救援 哇 這個城堡被殘血拉了回來 好 這個通型頭子車再繼續投 馬弓再繼續補 MOD裡話要怎麼辦呢 要想去燒擾經濟嗎 但正面來說 燒擾經濟有點困難 並沒有太多的兵可以去弄 好 這邊有繞了兩隻 噢 騷擾到了一些東西 但正面這個部隊不能解決 也是個很大的問題 好 那個馬弓過來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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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沒了 這真的沒了 我看了啥 哇 結果這個遺跡也沒有空檢 MOD裡的經濟持續非常非常慘 好 重裝馬弓依舊沒有機會可以點上 然後化學也沒有點 唉 太慘了 MOD裡真的是太慘 好的 表彰騎兵怪 直接硬結這邊重機頭的車 噢 效果非常不錯 只要大概四下就可以解決掉一台噢 一 二 三 噢 三下嗎 噢 三下嗎 噢 沒有自久 OK 好 那左邊城堡也一直蓋起來 右邊馬弓 馬弓在家裡 好 你經濟沒有大量馬弓 馬弓基本上的東西已經送光了 好 這邊遺跡再剪一下 看能不能再把經濟補了起來 但有點困難了 雖然這邊標期畢竟有稍微騷擾到一點經濟 但這個經濟騷擾並沒有特別明顯 因為倒的實在太舒服了 資源的庫存實在太多了 跟MOD裡完全沒有辦法比較 這個經濟資源量 村民樹已經降到剩99村 然後村民樹有點難補起來 這村民補起來也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這個沒有火焰箭矢的馬弓 要怎麼打這個保加利亞的馬弓呢 好 直接硬點掉了對手的重型投資車 重型重型 好 那重型衝車還在這邊繼續衝撞 那左邊還有衝車再繼續來解 但衝車一過來的話 就會被這個標情器解掉 所以目前MOD裡來說 解的還算是輕鬆 但正面這邊硬打 能打回去嗎 我們有更多馬弓 然後再補了過來總共還有38隻的馬弓 正面的話 雖然可以用標情器稍微頂了回去 而且不用黃金 黃金量好1000多 但食物的話村民也是拉不起來 也是個問題 那正面的話還可以在狗嗎 正面在馬弓再繼續射 但是這裡馬弓跟標情病人 在繼續補上的話 應該還是有點機會的 但是正面突然撤退了 哎呀 這邊撤退的話 後面不一定要再補了過來 好 但是這邊 左邊又出了更大量的衝車 想要來解這邊左邊的城堡 因為這邊是MOD裡最後的一塊黃金 右邊的黃金也是挖乾了 最後的命脈就是這塊黃金 但這邊只要打掉的話 就沒有太大問題 道特這邊已經補下了超多的馬就 動要來異波了 不言啦 好 只用肉馬淹死你 反正我的食物有4000多 這是最好的選擇 好 村民 秋村 在修理城堡的村民 一直一直的不見掉了 然後再用衝車來解掉 挖黃金這裡的村民也斷金了 MOD裡宣告 沒黃金了 但道特這邊也是零黃金的狀況 兩邊都是斷金的一個慘況 但是MOD裡這裡被黃金也撿了起來 這個遺跡的話 又會再繼續產黃金 但是道特這邊正面部隊還是有點優勢 而且這塊黃金也搶了回來 算剩下200黃金而已喔 200黃金不如小補啦 應該可以坐三台衝車左右 然後這邊道特賣了大量的石頭 然後換取了一些黃金喔 他覺得這邊石頭已經沒有太大用處了 然後自己也沒有要出寶兵 那兩邊的馬弓 對決應該要到一段落了嗎 因為這裡應該不太有可能 有足夠的黃金去點 黃金跟肉去點這個馬弓騎兵重裝喔 所以應該這個馬弓 馬渣的馬弓就只會停留在沒有化學 沒有重裝的一個情況啦 然後左邊 右邊這邊有標騎兵來解這個村民 但是這邊 喔這幾隻並不是真的要去打什麼 這邊應該是去偵察跟騷擾 看一下對手在幹嘛 這邊拉了幾個騎兵出去 看一下對手 哇已經蓋了超大量的馬修 這時候Modeling應該心裡 表示 我的天 待會怎麼當 這麼多的弱馬 自己沒有重型馬弓也沒有化學 化學應該是忘了點 好這邊拉了幾隻馬弓過來防守一下 避免這邊被騷擾到 右邊的話這邊伐木也被抓了一點 其實Modeling也在做最後的反抗 但是終究沒辦法打贏DOT嗎 我感覺DOT雖然也斷經了 但是我覺得他有重型馬弓就是比較強一點 哇這邊衝車的量非常非常多 十二台衝車 在這邊洛馬已經過來擋了 而且這邊用這個少量的標騎兵去把馬弓給掉開 所以已知馬弓正面已經跑掉的情況下 這邊發動了突襲 突襲的話這邊重型衝車不往前 但是城堡有可能會掉 來不及休 馬弓正在前面 阻擋對手進攻左邊弱馬大量爆了過來 這邊要打一棒 誒戰毛往前送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戰毛 戰毛送光 哎呀 這些戰毛又是能活下來的話 該有多好 沒了 這邊大戰雖然弱馬很多 但是由於這邊馬弓只有6加4 也沒有重裝傷害有點低 打這個肉馬有點像是騷擾一樣 騷擾一樣的感覺 這邊要趕快補下一些長槍兵 不然這個大肉馬過來真會毀天滅地 哇非常大的哈姆士火車衝入過來 再來噗噗了 好正面一個大開戰 馬弓 正面印行傷害 那這邊標騎兵直接上來硬打這個衝車 衝車血量掉的非常快 正面的肉馬也快被馬弓解掉了 但是標騎兵的數量不夠多 那後面的馬弓主力部隊回來 直接來打正面 衝車的血量還是很多 還有12塔 原本15塔剩下12塔 但12塔的血量還是非常非常的多 好馬弓又先點下一堆肉馬 但肉馬全部死去之後 開始再點這個衝車 衝車吸引到了非常多的馬弓傷害 這個馬弓並沒有去直接硬點對方的馬弓 所以導致這邊馬弓的數量開始要點少了 對手倒成的馬弓還是非常非常大量 後面有非常大的肉馬 直接衝過來 衝車開始頂了 直接頂上來了 雖然是按9台的衝車 但衝車的威力非常非常強 直接擴散效果 直接來硬打對手的一個基地 哇這個基地開始爆了 衝車一直快頂 哇直接打出了巨巨 哇 這個正面打的非常的熱血 兩邊的經濟應該是差蠻多的 這個DOT一直給MODERY這邊的壓力非常非常大 正面MODERY由於沒有中斷馬弓跟化學 所以這個馬弓一直沒有取得太大的優勢 一直被壓在家裡打 這個有點關鍵 為什麼差蠻多的欸 那經濟怎麼差這麼多啊 哇DOT的經濟也太好了 12000然後這個是什麼 5000實物 然後再領先 領先6000 6000黃金左右 哇 哇這不得了欸 這經濟沒想到會贏這麼多 那要看經濟的話 我們就看手推車跟輪走點的時機最準了 好那輪走的話 確實是DOT比較早點 那MODERY的話 則是快到帝王時代才點 那反而是DOT點帝王時代的時候 然後馬上點下手推車 沒有再點這個帝王時代前就已經點了 所以這裡有一段時間差距 那經濟上可能是從這一段拉開 然後中後期家裡又被壓 所以家裡的農田也不能採 經濟也有點被騷擾到 因為這個村民一定要四處逃散 去找一個新的資源點 所以導致這邊經濟有一段空窗期 但應該也不至於運這麼多吧 哇寶嘉莉亞你們要想 寶嘉莉亞跟馬扎爾 兩邊都是沒有經濟加成的一個文明 但經濟可以拉得這麼開 就代表這個DOT的基本功做得真的非常好 所以才可以把經濟拉得這麼開 好啦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